您好 您好 欢迎来到我的科技史刚六十奖 这一奖向大家介绍一项 可能改变人类未来信息传输的发明 量子通信 这也是中国数量不多的 领先于世界的未来技术 2019年1月31日 美国科学促进会AAS宣布 将2018年度的克里夫兰奖 授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潘建伟教授领导的 莫子号量子通信科研团队 以表彰这个团队 通过实现千公里级 星地双向量子通信实验 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克里夫兰奖 这个奖可以被看成是 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刊 也就是著名的科学杂志的年度奖 这个协会是美国最大的科学协会 它每年会评选一个 在过去的一年里 刊登在科学杂志上 最重大的研究成果 然后授予该奖 这个奖设立了90多年 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完成的 科研成果获奖还是第一次 量子通信这些年 在研究领域非常热门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于大家对信息安全的担心 这一点符合我们前面级讲 所说的标准 经济价值和市场巨大 虽然信息安全的问题自古有之 但是过去这个问题并不太受到我们的重视 随着信息量的增加 通信的频繁 以及我们对信息依赖程度的增加 我们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特别是最近几年 不法分子疯狂盗取个人信息 给大家带来了不少麻烦 于是人们对信息安全的需要 就感到越来越重要 什么信息都希望加密 今天其实基于公开密钥的加密方式 基本上满足了大家保密的需求 但是它远非完美 因为当计算机的速度足够快的时候 还是可以破译的 从保密的时效性和破译的速度来看 今天的加密也只是有限时间内的加密 如果计算机的速度提高100万倍 我们今天觉得安全的加密可能就变得不安全了 因此大家就在想能不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保证绝对的信息安全呢 这个问题如果换一种问法 就是是否存在一种密码 从理论上讲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呢 其实信息论的发明人香农早就指出了 终极答案就是一次性密码 这从理论上来讲永远是安全的 但是这里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对信息进行加密的密码本身 如何送达给接收方呢 如果密码本身的传输出了问题 那么加密就无从谈起了 在过去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因此人们也就不考虑这种通信的可能性了 直到量子通信的设想被提出 量子通信的概念来自于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纠缠 也就是一对纠缠的粒子 其中一个状态改变的时候 另一个状态也会改变 因此利用这种特性可以进行信息的传播 量子纠缠这件事情本身虽然在实验中被证实了 但是离应用其实还相差很远 而今天所说的量子通信实际上是另外一回事 它只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借用了量子纠缠这个概念 今天所说的量子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激光通信 在这种通信中 首先是要利用光子的一些量子特性 光子就是组成光的粒子 具体来讲是偏振的特性 来传递一次性加密的密码 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完成的呢 我们先从光的偏振这件事情说起 我们知道光其实是一种电磁波 一束光实际上就是一个和传播方向垂直的波 比如说光是从东向西前进 光波在前进的时候会做上下振动或者是左右振动 总之振动的方向和前进的方向是垂直的 如果你用一块有很小缝隙的板挡住这束光 一旦这个缝隙正好和光波振动的方向一致 那么它就通过了 如果缝隙和光波振动的方向垂直 那它就给拦住了 这就是光的偏振特性 听音频的朋友可以翻看一下文稿中的这张图 纵向振动的光穿过了光杉 横着的就给挡住了 你可以把这个光杉想象成是一面栅栏 爱摄影的人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你在镜头前面安了一个偏振镜的绿光片 转动它就可以把一些镜头上的反光过滤掉 就是这个原理 如果我们能够在发送端调整光的振动方向 让它要么水平要么垂直 那么我们相应的在接收端通过一个水平的 或者垂直的偏振绿光镜就能够检测到它们了 水平的代表信息零 垂直的代表信息一 听音频的朋友可以翻看一下原文中的图 左边蓝色的图片就是垂直和水平过滤的方向 但是如果我们把接收端的滤镜倾斜45度放 也就是像右边图中红色的交叉十字那样 45度角倾斜的会发生什么呢 也就是说光线的振动方向和最后的光杉 既不垂直也不水平 怎么办呢 那光还能过去吗 事实是光还是能够通过的 只不过有的是按照45度 有的是按照135度通过的 检测出来的信号就很随机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定义45度倾斜的光是1 135度倾斜的光是0 那么斜着的光杉就可以检测出这组信号了 关键是作为信号源 量子通信卫星每次发出的光子都有0度和90度 或者45度和135度两组情况 而作为信号接收端通过光杉 也就是你的滤镜 如果摆放出和信号源一致的方向 就会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或者说接收方得到的信息正确率为百分之百 如果摆放方向不一样 就会接收到随机的信号 它有一半的情况会得到正确的信息 另一半则猜错了 这样平均算下来 如果接收端不知道发送端发送的光子 是按照哪一组角度震动的 那么接收方只能接收到四分之三的正确信号 也就是说接收端的错误率是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怎么算的呢 百分之五十乘以百分之五十等于百分之二十五 第一个百分之五十是选错接收光山方向的概率 第二个百分之五十是因为结果非零集一 所以是百分之五十的错误率 好 这是双方一发一收的正确率 如果接收方接收一次以后 再按照接收的信息 原封不动的发送给第三方 也就是经过两次接收 那就只有四分之三乘以四分之三 约等于百分之五十五左右的信号和原先的一致了 转发的次数越多和原先信息的一致性就越差 因此要是有第三个人窃听以后再发出去 那么错误率就会提升 利用这个特性就可以分步骤完成密钥的分发 这个过程也被称为量子密钥分发 它的原理可能有点难以理解 我用下面这个例子帮你再完整的解释一下 我们假定张三要给李四寄一个密码本 李四收到以后要根据约定拍一个快照送给张三 但是照相机的设定是只能保证四分之三的内容和原来照片的一致 四分之一的内容是错的 如果密码本安全寄到 张三对照一下 发现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内容和自己发送的一致 就知道密码本没有问题了 当然由于错了四分之一 而张三知道是怎么错的 因为他有原文件 因此他是可以告诉李四 哪些信息是对的 哪些错了 错了就丢弃掉 留下对的那串字符 这就形成了两个人约定的密码 双方使用这个密码进行一次沟通 通信以后这个密码就不再使用了 因此即便将来别人能够破译这个密码 也没有用 如果张三在寄密码本的过程中间 被王麻子截获了 这个时候王麻子得到的密码本 只有四分之三和原来是一致的 王麻子把截获的只有四分之三正确内容的密码本 又发给了李四 李四再照一张像 那么这下只有大约一半和原来是一致的了 当李四把他照的像发给张三确认的时候 张三发现怎么错了这么多 说明中间被截获了 于是他们就中断通信 当然张三给李四寄的并不是信 而是带有偏振信息的光子 光子是一个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 接收一次原来的状态就消失了 因此偷听者不可能把偷听到的内容 复制一份发给接收者 这也是为什么必须将这种基于偏振光特性的通信方式 建立在光量子基础上的原因 上面这种想法最初是由本内特和波拉萨德在1984年提出的 因此也被称为BB84协议 BB就是他们姓氏的首字母 这个协议并不复杂 但是通过光通信把它实现了并不容易 光子在空气中游走的时候 偏振方向是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所以各国科学家都在努力打造通过卫星来运行的量子密码系统 从2001年开始 美国 欧盟 瑞士 日本和中国 先后开始了量子通信的研究 通信的距离也从早期的10公里左右 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公里 不过要想进行长距离高速度的通信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 目前这种光通信完全没有考虑传输率 因此它距离应用至少还有10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 即使采用了量子通信 也不能说完全解决了通信中的信息安全问题 比如说 如果通信卫星真的被骇客了 或者通信的光纤在半途被破坏了 虽然通信的双方都知道有人在偷听 能够中断通信 不丢失保密信息 但是它并不能够保证正常的信息永远能够送出去 这就如同情报机关虽然抓不到对方的信使 却能够把对方围堵在家里 不让消息发出去 但是不管怎么样 量子通信还是给加密通信带来了一种新的选择 还要强调一点 今天所说的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在原理上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很多人都通过量子纠缠这个名词将它们混为一谈了 接下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第一 量子通信能够成功 原因在于量子足够小 它不能一分为二 一旦接收 状态就改变了 就不是原来的东西了 第二 你是否看到不确定性在量子通信技术中的应用呢 量子通信的关键是将一次性的密码或者说密钥发送给对方 而且能够确保他不被偷窃 由于每看一次密码 他就会错一些 根据错的比例 发送信息的人就知道是否有人在偷听了 如果每次接收不是错掉四分之一 发送方反而不知道接收方得到的信息是自己的信息 还是监听者复制的信息了 通过最后这次讲 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一个判断未来科技大势的思维方式 我需要你记住最重要的两点 一是要以能量和信息为主线 判断一项技术是否有生命力 二是要以市场前景 判断它是否会吸引无数人为之努力 是否会有足够多的资源被投入到它的研究过程中 我们课程的内容到此就结束了 下一讲也是最后一讲 我们对整门课做一个总结 顺便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课程计划 我们下一讲再见